我覺得整個人都平平玉立的感覺出來了 原來是公主在受訓 很難用力 可是剛剛好的力道 就是會運動的啊 然後這中間又有一點點節奏感 享受著那個肩膀很安靜 然後腰 右前 左前 右前 左前 腳跟輕輕的右後 一二 動 動 可以 休息一下 哇 美女牽著一匹馬出來了 騎馬的好像都是帥哥的 所以我還是不適合 不會啦 你很適合 馬就變帥了 這就有神奇的效果啦 對 騎了會有點帥 因為一直都會動腰 知道了嗎 只要騎馬都會變帥 這樣一定要來騎就對了 他們都很注意上面的人 甚至於等一下呢 你的不平衡 他就站在那裡不動 這個是 薑繩跟口鞋 所以薑繩基本上是控制方向而已 應該講說他很重要 這口鞋很重要 所以那個Hermers 還是什麼名牌的包裡面 都會有的裝飾品 就是這個動物 他就是要告訴你說 因為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才能夠跟這個動物 有更連結 他其實就是用這個去感覺 你的期望 連結 這兩個字用得很好 這個是阿凡達裡的 我想到的也是 這個才是真正 我們真的現實生活當中 跟馬那麼多年來 所以這個東西的造型阿 非常多 像這個是銅的 有的是 Stainless的 然後裡面 現在甚至有那個 含了之後 會有蘋果香味出來 真厲害 我這麼生氣 不曉得 人 人很厲害的 夠嗎 好這樣就準備好了 來 好 現在已經 盛裝了 他已經穿好 打扮好了 你看 你都可以先 都不踢我的話 對 你的右手要伸直 跟他保持距離 右手 他有體重的 你要走在前面 你走在前面 牽著他你就補了 那你不用勸他了 你是 你的手就起來 他就不肯了 大隻阿 就通到美角 通完 你這樣拍馬屁 他怎麼不會生氣阿 因為 他知道 我們是對他好 所以 有受教育 沒有受教育的馬 比較重要 那如果是沒有受教育的馬 不要說拍馬屁了 哪裡都是危險 他都踹你 他對你不熟 他就不喜歡你 了解 所以 這是很基本的教育 了解 學統阿 其實 最珍貴的 是他的教育內容 你要讓這匹馬做什麼用 譬如說 今天 他最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在做一些復健 是 還是說 他今天最主要的工作 是帶一些初學者 那他把帶初學者的這份工作 做到最好 他就是 好馬 了解 那如果說 今天我要讓他是去比賽 是才是所 沒錯 其實 馬屁會因為他的品種 身材 然後 會有不同的功能 好像說 你把一匹賽馬 如果說拿去高原去陀貨 三天他就完蛋 就廢了 但如果說你叫那個陀貨的馬呢 去 賽跑 也不會像阿 對阿 了解了解 所以馬屁呢 真的是 四次才是一樣 了解 也就是說 西部牛仔呢 他在工作的時候呢 就會穿上這個 既可以保護你的牛仔褲 又可以保護你的鞋子 然後呢 你跟馬之間呢 會有這個皮 皮革的摩擦 所以得到更好的 保護 抓力 好 好 接下來我們要上馬囉 先站到這個上馬台的第二層 對 對 好 然後呢 左腳踩腳凳 左手呢 這個地方就是馬屁的高度計算位置 我們叫起腳 那你看阿 你壓著他的時候 是不是剛好在前腳正上面 你絕對壓不可能 那你是不是踩著馬屁的左側 那你的這個 就要壓著馬屁的右側 然後壓著他 到達馬鞍的最高點 再轉身輕輕坐下來 好 所以我就下一個跨過去 對 站上去 先站高 這樣有沒有很簡單 哇 我在大陸怎麼沒有人這樣教我 我就自己 掙扎掙扎著就上去了 所以阿 第一次騎馬呢 是很珍貴的緣分 如果說你碰到了一匹好馬 碰到一個好場地 再加上一個好教練 可能你這輩子就喜歡上騎馬 但是很不巧的是 你第一次就看到了一匹野馬 然後呢 坐的馬鞍也不舒服 然後呢 這個教練 不專業 可能是 有點噗嚨公的話 噗嚨公 老婆 我現在不用踩掉 你可以放掉 老婆感覺怎麼樣 其實教練 好帥喔 其實教練有個用意就是 如果呢 你坐上去 我就讓你踩著腳踏的話 你一定會想要去依賴他 對對對 那你現在沒有了他之後 是不是反而 會把你的臀部跟大腿的重量 放在你背上 嗯 一個人之後感覺到一個真實的合衣 對 他背部肌肉的運動 那 很多人上去可能也想要抓東西 對不對 對 那事實上不用把你的手呢 放在你的肚臍前方 肚臍前方 好那你看 剛上去你看整個人身形很自然的 坐起來好挺 那接下來喔 經過我的調整都不一樣喔 好 好 把頭抬起來 把腰挺肚子挺出去 好 然後大腿內側呢 好像有點輕輕的 來 放在這上面 好 那大腿呢 到膝蓋這個地方 膝蓋以下你就不要去夾他了 因為你去夾他 就是告訴他往前的一個動作 這一個呢 來 前面有沒有這個指滑的勾勾 你把他稍微手伸出來一點 然後大拇指可以輕輕的 對 這個也是一樣 然後你的 這個是 可以放到你的膝蓋上 不頂一點 好 那你緊張嗎 不會 OK 你要叫他走的時候呢 你的腳 來 是不是這裡是空的 嗯 如果說 告訴你 你根本就碰不到他 欸這裡才可以碰到 是不是剛好在你的臀部這下方 對 所以你要叫他走的時候 有點癢癢 很緊張 OK 好 OK 看前方 好 抬頭 有沒有感覺到你的腰在搖擺 有 那你的手伸出去不要拉他 好 然後你的腰有沒有感覺到會 左前 右前 左前 右前 右前 跑到我這裡來了 然後褲子挺出去 所以期望不要收小子嗎 你這可以練身材耶 練 練核心耶 好 我覺得很帥 有 人帥你更帥 好 所以你要停下來的時候呢 你只要稍稍的挺腰 然後甚至於我的媽咪 你只要說 喔喔喔喔喔 會停下來 然後停嗎 來 左腳 好 好 開啟囉 好 發出一個停的聲音 喔喔喔喔 就停了 真的是很有教練的馬 說一下你的心得 教練這樣教你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好安心喔 跟我們在大陸騎馬一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在大陸就上了馬 他就叫你走 然後就跑走了 然後像這個你就會拉得很緊對不對 其實先不用拉得很緊 好 那接下來呢 馬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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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蹬是後面 還會有個馬刺 真的專業差很多耶 你看我們騎馬 我們那時候去內蒙古騎馬 上了馬 馬就開始亂跑了 沒有能力 而且馬是用衝的 還有一種那個 付錢出去還沒有玩 付錢啊 那一種也是 沒人家也是上了馬 就扣扣扣就走了 拉一百塊 對 特別扣扣 我們要覺得 超級多啊 這樣你的腳就是很高 所以 好的一種馬 也可以找到一個好的接觸位置 所以 很多東西 來 然後發現 這個地方可以讓你綁住 這裡是一個很好的姿勢 哦 然後你就是 輕輕的拿著這樣子 跟剛剛還一樣 它是拋 那 你看啊 其實它在走的時候 有點虧你的臀部 那如果說像你剛剛 你說的 那是不是會變拋物線 再拋出去 那人類就是因為很聰明 原來我把身體挺直 當它被我自己的力量 從我的腹部跟胸口 翅膀掉 讓我 更好找個肩膀 然後後面 那你是不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把手拿到這個高度 你的人就不會往前查了 好 好 現在拿好之後 大腹就是這樣 因為你們很會游泳 所以你們可以健康 但是這個做我們來 放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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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是小菜 現在上主菜了 今天想要去一個馬場入門體驗 那在以前我的教學範圍裡面呢 我就會把剛剛的這個部分當作是入門教學體驗 這個體驗呢 不管是六歲以上還是八十歲以上 OK 剛剛這個動作既不劇烈 然後也沒有什麼太暗 但是呢 你的姿勢出來了 手的接觸建立了 腳的輔助也出來了 這是三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你必須現在開始堅持 手的位置就在這裡囉 如果說你改變 甚至你把手放下來 一到放下來 就會扯到他的腿腳 你要自己做支撐 那你的肩膀就繼續打開 翻到後面去 你看你的熱度就出來了 然後 手伸出來 不要拉住他 對 去隨辦他 然後自己放正了之後 來腳扶助腳要往前走 還有 他如果來找教練的話 你可以用你的右手打開 告訴他說 手這邊 然後右邊 右邊 不要走 左邊 出去 然後肚子頂出去 整個肩膀放寬 好像是上面之內 有沒有覺得整個身體都被腳震了 所以剛剛教練說 騎馬的人會變帥 好像是真的耶 所以不是騎馬的人都很帥 對 騎馬的人會變帥 會變帥 我終於可以體會這句話的涵義 但是我們現在要修改喔 騎馬的人會變美 因為我們現在馬被讓的是美 他本來就美了啦 他本來就美了啦 是更美 對 好 那一般來講啊 像一個體驗課程啊 你可以很安心的在馬背上 坐正了 然後手可以架好了 腳可以開始慢慢練習 跟馬之間的接觸 剛剛你可能還少了一個環節 你沒注意到 現在注意聽喔 當你的腳在觸碰它的時候 你看他的手都在做 其實他都在注意你跟他講的 他要停的時候要說出什麼 他要停的時候要說出什麼 就停了 你們做了一個很好的聯氣 是不是應該給他獎勵 你把江城交給右手 來 拍他 拍哪裡 那個腰在上面 把腰平衡 所以真的要拍他馬屁啦 其實呢 也不是要拍他馬屁 是不是一般人看到的影片都是這樣 對 對 好來你現在拍的 以前電影裡面常看到的 這樣子 那請問一下馬現在 那你不就噴就噴出去了 對啊 馬一煞車就飛了 對 所以他現在如果可以 第一個 練習自己的上半身回來 而且呢 有一個挺腰的動作 建立自己的核心 那再來一個 你放下來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感受到他可控的肌肉 如果他的肌肉是柔軟的 表示這匹馬 他 放鬆了 放鬆的 他並不緊張 他做這件事情 而且你是把重量放在他最強壯的肌肉上面 是不是很合邏輯 對 好 那你現在呢 再把手拿到前面去 接下來呢 教練要開始教你快速的部分 好 剛剛知道吧 坐正了之後 那馬在走的時候呢 可能會幫你彈起來 嗯 那彈起來之後呢 你要怎麼辦 彈起來你要把你的腹部胸口拎下來 但是你坐下來之後 要把你送向前方 就坐著這樣 然後什麼 為之吼 大腿靠的 那我腳印要這樣多嗎 我現在輕輕的靠著 好 我來讓他擺盤 來頭看前方 把你腰部去 準備好的一點頭 來囉 看前方 看前方 來囉 不要幫忙 手拿到前面去 對 腰部拿到肚臍的高度 然後呢 腰跟著他 左前 右前 來囉 來囉 是不是 呵呵 好 能夠愉快的在上面 你就可以開始控制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 愉快的在馬背上 那你的硬生 你是緊張 而且沒有馬背 僵硬 所以這個很重要 在教學當中 讓你有一個安全感 然後你才有辦法去感受教練 教練教學 你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個很重要 那剛剛右下 有沒有發現 大家有沒有發現 一個有耐心 而且溫和的教練 他一方面能讓馬安心 一方面能讓學員安心 學員安心 馬安心 就會有一個非常好的騎馬體驗 也會有一次非常安全的騎馬體驗 這是一個理論 競賽 耐心 安全 兼具的馬場和教練 真的不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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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好像在公主上 你支禮一個 怎麼樣 有沒有覺得整個人 都停停育立的感覺 是 原來是公主在受訓的感覺 來囉 好 要把 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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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動進去 大腿彈著彈著 彈著 看得見囉 OK 現在要開始練習 稍微快跑一點點囉 好 2下來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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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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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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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 1 2 1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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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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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二二,橋邊,橋下,一手cape 我覺得他的背在走的時候,就有點點 背一下、背一下、伸展出去 再起來,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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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ke you look! 好像有障碍 有障碍 高一點 1 2 1 2 1 1 2 1 2 高一點 1 2 1 2 1 是不是忍不住手腕想要去拉了 也沒有 我沒有想要看 是不想用力 有沒有一點點感覺出來呢 打浪 當教練就等於最快的速度 到大牛來教練會不會太浪 你剛剛是不是慢慢接受 情況的好朋友陶教練 教我老婆 讓育羅姐體驗一下 這和我們二三十年前 在內蒙古學騎馬的環境差多了 你看你的手腕會這樣一直很忙啊 你看你的手腕會這樣一直很忙啊 哈哈哈哈 這個動作啊 你會覺得我們好像要做很大 你只要很多感受到就好 在陽光下起嘛 好美的感覺 這一點甜 嘩 來嘍 快去趕快準備唷 行為止令 來 站起來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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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跟上去 好 腳正拿到後面去碰到 滑了眼睛離開它 腰跟下去 右前左前右前右前 腳跟輕輕的右縫左縫 手不要拉住手伸到前面去 膝蓋挺好暫停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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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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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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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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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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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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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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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1 2 1 1 1 2 1 1 2 1 她那個綠洁有抓到了 再一次哦 右上看前方 右上看前方 右上看肌往右上看 从低角度去看一下 1 2 1 2 1 2 1 1 1 2 1 1 2 1 1 1 一翻前面 1 2 偷 偷 偷 可以了捏 是不是 所以你的手不要去影響它 手要忍住 然後你的小股在旁邊晃對不對 老婆要拍馬屁啦 好 好 好 小心喔 再加一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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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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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住 一隻 他現在的鞭筋後來就亂丟 他是不是 準備要做一工 好了 那我們今天就要馬百小放到我們試上標準的下馬動作 可以從頭到尾獎劣 雖然你是第一次做對不對 但是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很好 很多人要想要下馬呢 就開始把手開始 其實不用你先維持正 然後呢 把你的右手之中 把你的江神交給右手 那是不是 右手 對 那江神跟周毛是不是有一個交界處 其實馬的周毛不太有什麼神經痛的感覺 所以你的虎口打開之後 可以把 壓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裡就可以放 輕輕放鬆 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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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邊的虎口呢 這個地方叫安逸 嗯 這個拖出來 有沒有 這個叫安逸 1 2 3 這個三個點做支撐 請你把你的右腳腳的很低掉 好 那我就可以先了嗎 沒有沒有 一個動作一個動作 一定要學會喔 第一個站起來 站起來 第二個 轉身的時候你的右腳不可以碰到馬鞭 或者是馬的屁股 然後你腰的肌肉支撐要你的 對 好 有沒有發現你必須平衡的時候 這邊跟這邊的重量都要平均了 是三個點以後的重要 同樣的用在上馬的時候 來我們再輕輕的做回去 對 去 有沒有感覺不一樣了 起 1 2 反腳 3 右邊的腰 然後這個手肘 彎曲 壓在馬鞭上這個地方 喔 這裡不要改變 彎曲 然後滑下去 等一下 把重量分一些到對面去 讓這個腳更可以離開 好 過去 卡著 然後把它鬆掉 要確定完全 對 然後 然後 那最後的話 就是希望學生知道說 我們運動完這個地方 有時候會流汗 馬屁會因為有蒼蠅 它會回頭咬蒼蠅 可是你的腳凳如果在這裡的話 咬到它 牙齒可能就斷了 它總不會溫柔的咬蒼蠅 所以呢 下馬第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把腳凳收上去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來 還有另外一邊 這也是馬鞭一個設計的很好的地方 從這裡穿進去 當這邊有轉折的時候 它就自動卡在上面了 OK 然後養成 從馬的前面過去 把另外一邊的腳凳也收起來 好嗎 妳感覺怎麼樣 我感覺 今天受益良多 而且教練 超溫柔 超 就是講解的很仔細 就是學員不會覺得很緊張 我覺得今天才上來多久 我覺得還要學到很多 其實我們剛剛沒算時間 實際上的課程 在馬背上是40分鐘 那從一開始的漫步 因為妳是初學第一次 坐到馬背上 緊張的消除 我花了一點點時間而已 我覺得妳一點都不緊張 所以很快的就帶入了知識 接下來手的接觸 那因為妳本身是運動員 對不對 聽說是游泳的高手 那妳的手背就很有力 馬上就反應出妳的手背的反應動作 是不是 很多事情馬上第一時間 會想要 對 妳的人體最強壯的表現就會出現 可是呢 我要妳安靜的留在那個地方 就需要一些時間 妳要告訴妳的手 不要不要 我身體自己去摸動 那我也沒有讓妳有一個安全可以服的東西 就是要讓妳自我身體去平衡 那接下來妳的腳開始會跟大牛溝通 妳會發覺大牛耳朵會去注意說 欸小方說了什麼 喔慢步 好那就是慢步了 那當然 剛開始呢 先學妳的大腦可以控制到遠端的腳 如何跟馬溝通 妳的臀部可以感受到馬匹在走的韻律如何去隨辦 妳的手可以不要去影響它 先把妳的江繩輕輕握好 然後慢慢的把妳的頭重量 它就是我覺得很像每隻每一刻 真的齁 整個身體都挺起來了 我覺得它其實它不是一個劇烈的運動 但是我覺得它就是緩和中 但是它真的用到核心喔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對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運動 馬算是運動 會不會害怕 不會 不會 一點都不害怕 我覺得是因為有好的教練 跟好的馬 對 你會很安心 然後你也不會怕大牛突然 就這樣子壓勾連 好 我覺得教練很重要 馬屁也很重要 好啊 那我們今天的體驗大概就到這個地方 能不能請陶教練跟那個玉如姐 一起跟大家說一聲再會啊 嗯 歡迎大家來玩喔 可以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把這個教練場的部落格 和他的粉絲專頁做成QR Code 放在那個說明欄裡面 大家到時候就可以一起進來體驗一下 起碼的樂趣跟感覺囉 歡迎 歡迎 拜拜 拜拜 拜拜